各位第一期觀眾大家早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時間 我是何懷哲 我跟你講這行情真的是相當的可怕 可怕在哪裡 你不要說可怕在哪裡 這行情很大 這個大到你很可怕 我跟你講 而且這部行情全部你最愛都是低價股 你看那個雨菌喔 一個月的時間而已 6月24號到昨天又漲停板 對不對 那真的是壓不住 壓都壓不住 但是說實在這檔雨菌本身 包括翔碩也漲停板 所以每天到處都有人在跟你搖心 那這檔股票好在哪裡 包括昨天這檔股票都是排面上重點式的焦點 因為相對什麼 大盤沒有量嘛 只有729億嘛 對不對 那包括目前油價嘛 說實在的問題 使得油價就是不穩定嘛 還在相對低檔區嘛 那甚至人家說還會再破底 我是不認為 但是油價必是牽動什麼 國際股是不會大漲 這當然是確定 但是有時候你要反過來思維喔 國際股是不管漲不漲 因為我們已經是主流了 所以主流的國家有一個特性在 它熱錢在怎麼樣 就一直往這邊堆 你知道就怕它不跌 不怕它漲 所以這個地方完全要取決在國際股市裡面 怎麼國際股市不漲 我們台灣持續漲很可怕 這就是你看錯的地方 以前美股在漲我們台灣的嘛 都很漲很 從來沒漲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替我們台灣叫個委屈呢 所以當一個趨勢在改變的時候 那不是一朝一夕 我要跟你這樣講 所以你跟得上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趨勢的方向 你沒有辦法 而且最強的就是在台灣嘛 這個全球的資金 全部 熱錢全部湧入這個寶島 隨便你相不相信 我跟你講 有些人說怎麼會大盤又沒有量 那又不是看你表面 你的股票有量就好 你管它大盤有沒有量 你會賺錢就好 你管它大盤有沒有量 大盤有量你賺得到錢嗎 而且這些最悲哀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投資朋友 現在你最喜歡的那些低價轉機股 已經回來了 人氣回籠了 代表這邊背後實際上 有一些很特別的人士在卡位佈局 怎麼可能這個地方來講 你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我特別跟你介紹 就是說你跟得對的人做對的事 有時候真的不用想太多啦 這個地方來講 真的說實在 你就單單看我的股票強不強 我今天如果是今天股票才強 我在漲底買跟你拿出來講 那就不是我的風格 我股票永遠告訴你領先市場上的規劃 甚至今天就算宇峻漲底板 翔碩漲底板 我都可以告訴你 你沒有的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你沒有的人 我都可以複製成功的經驗給你 那有的當然謝謝我醫生也不知道 謝謝你自己這麼有眼光 抱到這邊對不對 要抱到這個地方 心臟還相當的要好一點對不對 投資朋友就常常是什麼 因為以前套得太嚴重 所以只要賺到錢就跑得比什麼還快 但是我跟你講 這波行情真的要加倍鳳凰 就當你逮到一檔股票的時候 有時候 它那個幅度不是 逮到一檔股票的時候 漲了兩倍三倍 那什麼最有機會 一定是低價位股嘛 一定是低價位股嘛 那何況我一直跟你強調 這波行情真的要感謝台積電跟大力光 尤其這兩檔股在哪裡 意涵在哪裡 大力光翻倍了 台積電早就已經創了萬點的新高 這已經給你暗示什麼 這暗示告明你台股不可能跌到哪裡去 但是好處在哪裡 因為國際股市不穩定 油價還相對在低檔 不小心油價稍微跌一下的話 那美國一定跌的啊 歐美一定率先要下來嘛 下來的時候 那就是給你彎腰下來剪鑽子 台股也會稍微跌一下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 你就好好的做買金的動作就好 你先把它寫在這邊 你可以這樣操作的話 逢任何利空 找尋一些好的股票做動作 再找一檔雨菌給你好不好 好不好問你 像老師說 老師在雨菌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坦白跟你講 在雨菌這一波來講 就是所謂 你要尊重它的趨勢 來到這邊 你也懸他太高 8303張的量 它不是很簡單 它叫做什麼 歷史的天量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你覺得這個地方是高檔爆量 對不對 他的確有回來做整理啊 我弟弟那天有告訴你 先不要做一個 爆大量之後來到62塊的時候 他在整理的時候 我有跟你講 你先稍微 稍微不用太追高 但是他稍微整理個兩三天 啪 馬上創新高 直接噴出了 你要讓我知道你人在哪裡啊 我常常跟你講說 我叫你不要追高 是他第一次說 他當他拉回那個點位的時候 你把電話留下來 要該進場的時候還是可以進場 甚至這張股票坦白講 他事已成了 這張股票昨天又漲停板 那代表他目標價就是什麼 他前一波的壓力就是在81塊啊 那以這種量能來講 他歷史的高點是500多塊欸 80塊算什麼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說恭喜你 你本身有的當然你要多賺一點 那如果沒有真的很可惜已經賣掉 那沒有關係 因為在股市上操作最忌諱就是 你不要看別人怎麼賺錢 你怎麼賺錢最重要 我坦白跟你講真的 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複製怎麼樣重新再打造嘛 因為他一定不是唯一的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告訴你一些方法嘛 對不對 你這樣一直追 他就算不回來 你可以買別的 還有很多股票可以漲啊 我當然跟你講真的啊 你給我時間 我點你一下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就像當初我一路跟你講 這樣的加碼的動作 你做到的話 不是這張股票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沒有的話 有機會再買給你嘛 因為這種股票真的說是 就所謂的 實在股票一定要什麼 要有夢嘛 就是要有個故事嘛 一個題材性嘛 那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可以發光發熱 那當然他的題材性非常的夠啊 它叫手遊概念股啊 那手遊Pokemon 就手遊概念股所發光發熱啊 不小心啊 如果他也貼上一個AR 你怎麼知道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擴充實境 包括 雖然我老Coco啊 我不會玩線上遊戲 因為我真的不會玩 但是手遊我會玩啊 手遊對我們這種種 每個人 智慧心手藝人手藝技的 那個市場有多大 那比VR來的大 我跟你講真的 VR虛擬實境 這個喔 那個花了錢的裝備喔 比這個手遊來的多太多了 對不對 那當然它也是一個題材性 但是真正這個地方來講 就是如果不小心 這個如果複合性的成長 那個是無可限量的 所以這地方來講 你要去注意這個地方的一個夢的發展性會到哪裡 就是它的故事 題材性 持續的發光發熱 我覺得這個遊戲該你單單這個新的題材 那今年絕對不會是沒完沒了的 所以你要恨不得它有什麼 有大跌 大盤有跌 那個時候你可以切入的話 你可以逢拉回的時候做買進 那沒有的話 我再找尋一檔股票給你 這樣就簡單一點喔 因為真的說實在這種股票已經 已經也沒辦法再回到 我當初在跟你講39.4的時候 你相信過我嗎 我跟你講50塊指日可待 你就開心得不得了 我到51塊都還在做加碼 就好了 甚至大量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閉著眼睛 還是告訴你搶短 隨便搶個短的話 到現在隨便賣隨便賺 對不對 隨便賣 已經來75塊了 真的跟你講 這個股票真的是相當的漂亮 有的當然最好是續爆啦 你有這麼缺錢嗎 不然你告訴你賣掉要買什麼股票 你說老師我今天剛好賣掉 好啦 那賣掉的話沒關係啦 你最好問我現在有什麼股票可以買嘛 對不對 因為畢竟這張股票是我從底部告訴你上來的 那接著來講 當然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是說 老師那翔碩也漲停嘛 那也是送給你賺的啊 而且那時說 這種股票還滿久的耶 7月中旬的時候 在100 我又15XX全收了 161 站上去賺大條 那時候跟你寫180 指日可待 現在你賣掉180的人 老師你在上面寫180 我都賣光光 你看現在還在漲 是不是 你就貪心嘛 我常跟你講說 如果你真的賣掉了 說實際上 我一定要祝福別人啊 真的啊 你要說 哎呀那恭喜你 留給錢給別人賺 你人生就非常遠 為什麼一定要賺到滿呢 為什麼一定要每個地方我都要賺 人生沒有百分之百的 人生都是人生裡面 都是人生裡面叫 就是有得必有失 有知必有得 你有得到很多的東西 你相對會失去你的東西 真的不騙你 就是有些地方一定會什麼 會卡 你有些 他不是有得必有失啊 你要每個地方都很圓滿 怎麼可能嘛 所以你要想得開 看得開 看得透 不要每天什麼 我都什麼都一定要要 那我跟你講 那真的是你會找自己的麻煩 活得不快樂 我跟你講 真的 像我就還蠻看得開的 對不對 像我股票這麼厲害 我跟你坦白講 我一張股票都沒有 我真的一張都沒有 你怎麼說 笨 你都自己不買 怎麼不買股票這麼強 因為我的心很親近 完全為你們去打仗 因為這個錢 說實在的 是大家的嘛 夠用就好了嘛 我常跟你講真的 對不對 我一個人這麼瘦 也吃不了多少東西 那要幹嘛 對不對 年紀大了 你說實在 每天在工作 你能花多少錢 真的說 如果能這樣子 能讓大家都能賺多少錢 我們比什麼 比身上有錢 那個什麼金山銀山來得開心 我又不是守財奴 所以你要盡量來拿 那是你的錢 老天爺還你的公道 真的跟你講 真的 就像翔碩來講 是不是 到現在都要來講 今天不做 明日後悔 誰講的話 講經國講的話 我們過去講總統講的話 那句話講得多 對不對 這檔股票就是今天不做 你是不是現在後悔了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就告訴你說 四以成的股票 告訴你說 Type C果然什麼 果然是風雲再起 對不對 那我也有跟你揪 我說沒有關係啊 那翔碩沒有什麼 你如果前兩天來找 我難道沒有邀請你嗎 雖然它長得不夠多 但是我們會員做見證 這是我的成績 翔碩本身會長 就是Type C本身的概念果 那本身這個什麼 做防護的 你幫我照近一點 我眼睛不太好 靜電防護的IC設計商 台灣亞太唯一的 告訴你叫金顏 我會給你新的嘛 那個不是相對在低點區嗎 剛剛有在做一個 重新做一個打造嗎 傳真稿寫的相當的詳細嘛 我在規劃一檔股票 我一定會有我的國際觀嘛 我不是隨便給你選的啦 而且我不會說叫你一直這樣亂追漲停板 甚至我跟你講說 你漲停板賣掉 我都聽你很開心 賣掉漲停板是很開心的事 追漲停板是最笨的 我跟你講 我在這輩子裡面很少 我這樣或許有點得罪人家 但很抱歉 這是我個人的理念 對不對 我們不提 你說老師 昨天那個宇峻漲停板 今天還漲停板 都沒有關係 我都不會追 我坦白跟你講 甚至我還恭喜你 如果你的資金不夠不大 你一定要賣漲停 我跟你講 真的 那是很開心的事 因為你把錢放在口 代表漲停板代表什麼 你一定有賺錢嘛 買漲停板說實在 這個東西來講 說實在 追高你要有一點勇氣 不知道你口袋要夠深 包括你低檔還要敢買 否則你追漲停板 一般來講 我在我的投資裡面 我很少做這種事 我都逢低拉回做買進 如果你能同意我的理念 會買會賣 選股第一 你就跟上我們 我們現在市場上說的大牌沒有量 我的股票哪一檔沒有量 你告訴我 所以你去哪裡找這種有人氣的團隊 那是你的福氣啊 你要趕快來賺錢啊 對不對 所以多賺一點 我不會嫉妒你賺錢 你要多賺一點 因為這個都是老天還你的錢 這波行情你沒有把它賺回來 等到靜待何時呢 那接著來講 這檔股票就送給大家 金言 今天果然也開始了 這檔股票我覺得你可以長期 稍微去做追蹤一下 因為它相對翔碩可以漲 代表這個概念股已經在發光發熱 那金言這檔股票在低檔區 我已經開始在注意了 那這檔股票昨天雖然是沒有收最高 但是這個地方真的說實在 量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拉回的話 如果不小心有拉回 你不要怕 這種股票你要多賺一點 就這樣跟你講 那如果跟著我們來操作 當然是我們的規劃的腳步就很清楚 我跟你講 實際上很多股票不小心 或許你也羨慕 羨慕漲停板 享受漲停板 但是你說老師 那什麼股票可不可以經營我們漲停板 不一定啊 不小心什麼股票 會如同羨慕跟享受漲停板 你想如果想進一步了解 這地方來講 我為什麼會賺到錢 為什麼會對我這麼信任 因為我的股票都是買在法人問金處 而且輕鬆什麼 不小心就會漲停板 那當然今天有沒有這種股票 我認為進來我的股票越來越強 因為大盤走的是中小型股 那這就是我的專門呢 我最專門就是在規劃這些 低價轉虧為盈的股票給大家 賺一倍兩倍的錢 所以這邊來講 你想要賺多賺一點 電話波通 你財富就橫通 賺翻天好不好 賺賺賺賺 而且我們的東西都是大賺小賺 都是告訴你賺 那這個賺是什麼 就是彎腰下來減鑽石 那在於你的股票也要會買會賣 你才會賺翻天啊 持續的賺 我這邊來講 到底哪一檔股票可以讓你持續的賺 是要我準備好 好來 這是上半段跟你講 是要我準備一檔 因為很多人在講說 這部POKOMO概念股的遊戲機 真的是帶動了很多相關的 不管是羽郡啊 包括網絡什麼都很棒很棒 那實際上任天堂在台灣真正的協力廠商是誰 真正有受惠的廠商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檔 最重要是什麼 你注意 他本身的營收是今年 他上半年的營收 尤其是6月份的營收 正式創了近幾年 這一兩年本身的一個新高 股價也正在動 這張股票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好的股票 因為他所謂的就是說 他的公司已經正式有貼到 這個目前那個最熱門最夯的 現在目前來講什麼是最火紅的題材 就是遊戲概念股 但是你不能一直追追追羽郡啊 所以我找一檔類似這種股票 而且真的在任天堂在台灣 因為這是任天堂發酵的嘛 他台灣會最大受惠者的廠商 我認為這家公司你可以住 而且業績剛上了 你可以買在這個地方 我先晚話跟你講清楚 58到62塊 我以前跟你講話都可以實現 這個股票75塊值日可待 給我一點時間 當你賺這張股票 因為會費都回去了 這張股票是相對 你要萬一要下減鑽石的股票 我跟你講的值日可待的價位 請問你哪一點沒有到 你好像雨菌的50塊早就超越了 我跟你講的享受180塊 值日可待有沒有超過 這都以前跟你講的 而且蓋牌的時候跟你講 現在我也同樣跟你講 這張股票不只要來到這邊 甚至不小心來到三位數字 那麽是一檔股票加倍就可以奉還了 好好的把握 拿你手上的股票來集中 買對一檔就可以了 好好的自行做個把握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嗯 只有一張機票 我才不會帶咖啡子登機呢 和黏人的食物說分手 牙齒變乾淨 笑容更自信 吃完不完就要Extra 唯有修護權威 雅詩藍帶 能給肌膚驚喜的年輕奇蹟 超乎想像的修護力量 一覺醒來 宛如新生 特潤超島修護路 旨在雅詩藍帶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褲 擁有一流的分析石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褲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褲 亞洲頭褲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的電話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君朝� ctb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放假要去哪裡玩 顏電 快來呀 還ATHTBi-很好玩 廣 ann 有好糠的很賺 呸 注意 小心危险场所不要去 知道不良场所 小心打卡不扣读 危险场所不胜读 拒绝读品才是酷 有人说 等待是幸福的 因为知道等得到 但许多弱势的家庭 根本无法等待 因为他们连下一餐 在哪里都没有着拢 我是孙悦 请支持 这是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 捐款1000元 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 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嘴 标准我们第二个单元 那当然我们的股票曾经在经济上跟大家讲的 昨天并没有收最高 反而收最低也有 也有就是表面上来昨天是收最低 一档就是均好 这个节目我就特别给你报告这档股票 跟赵立这档股票 都是收最低 这档股票真的说实在未结束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只是它有股股票涨多之后 它会进三退二 你常常就在这个地方 心里天人交战 我先卖一趟好不好 短时间卖一趟多好 拉回来 你当中我们是行的 每天都在最高点都被你卖掉 最低点都被你买到 我觉得我不是做这种事 我这个人基本上 有时候股票给它短套有什么关系 它只要会再涨就OK 就如同之前的雨菌 我曾经套在41块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套到39块 不小心阴托还跌到6月24号 跌到37块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不可能有人是这么精准的买到最高 卖最高买最低 包括你如果你每天希望 老师最高点带我卖掉 最低点带我买进 你不要来找我 你绝对不会成为有钱人 跟你讲 你要加倍负 像你要逮到季度货的时候 你要赚个两倍三倍 包括有些股票你要轻轻放下 股票没有每一档股票 都能百分之百什么 赚个 就是说我的股票基本上 一两档股票挑拨是一定的 就时间太久 那这个地方我一定会轻轻放下 你要能接受这种观点再来找我 不要要求我每一档股票 我一定要 老师我没贪到钱我就没要出 有时候一两档股票 你换掉人生会大不同 我会跟你讲这 因为它有时慢嘛 没有办法 你的资金部位只有一套 你一定要换掉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换掉的股票不见得会大跌 因为我是基本面前选股 出发股票本来就是啊 大家有时候就太慢嘛 就像竟然有一档股票 就是有的就要积 他竟然就不 他没中 你如果现在目前 老师那我来买 你已经得到这边好不好 你要马上赚钱我先问你 如果你要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跟你去等 等往后三个月 往后我觉得他不见得不好 但如果短线来讲你不要拐 我跟你讲说他不见得马上会涨上 因为他目前没中期啊 对不对 那目前最夯的题材是什么 就是雨菌嘛 就翔硕这种相关概念股 包括军豪也不错啊 那虽然军豪本身虽然呈现个下跌 昨天是收最低 但你要仔细我要跟你讲什么 他不是很简单 他第二季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开玩笑 历史的高点在91块 包括他真的忘记是第三季跟第四季 这我昨天有跟大家报告过 不小心他昨天果然也在创 近几年的新高 近几年那不容易 我跟你讲真的 为什么说不容易 你只要为什么昨天收在一个相对一个 也算是如果你长线你有眼光 你会发现他昨天非常 他本来就该跌 他来这个地方已经宣誓告诉你 这种股票压不住 我跟你讲真的 我一张都没有卖 但是我知道这张股票 他就如同什么 你注意看一下 以周线来讲 他去年的高点是18.95 从这个地方 他报一个大量去开始整理 如果你真的是从那地方报到线的话 当然是你解套减碳级 你要继续报 为什么 因为他到第13周的时候 在18.65这边 又做个上影线 周线来讲13周 又继续往下做成立 如果你是买 你在这边的话 你心里很痛苦 为什么 所以有时候投资朋友 你有时候看大方向 有时候这个地方来讲 你真的回过来说 哪有什么痛苦 我早就过了 因为他基本面成长性是非常动能相当的够 然后包括来讲 到13周 他又继续往下做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个地方是第13 34周了 34周 他这一根的话 以目前来讲 你今天就收周线了嘛 那周线肯定他一定收红K嘛 他不可能再跌破17.75嘛 应该机会很小很小吧 你这样同不同意 那我请问你这家公司 他是刚刚突破 他两个钱高 那个不是很容易 所以他这边做个震荡整理 不是如同有一档股票 我曾经有跟你报告过了一档股票 我们现在 这我真的 有一档股票 今天不知道资料我们带来 就是赵立嘛 刚刚我没带来不好意思 他62块那个位置一样 但我们现在不是要跟你 我们等一下再跟你谈 我们现在先回过来讲 那个君豪米的道士 你会听错了 你看看这个34周 如果不小心 那个你要尊重你的记录线 他是往上的嘛 那这个如果他往上 上次往下13周 往下说他踹了这么久嘛 难得你逮到一次机会 你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吗 这是你一片生机啊 我这样讲有什么错误呢 所以这种股票来到这边震荡说 他没有大能量 今天卖到20.7多 所以今天还有盘中还有人问我 他说老师那今天收黑K棒呢 会不会涨太多 坦白讲我不看这个东西 你看得懂看得明看懂 你是看到有没有机会一个长波段 对不对 那当然要取决在公司本身 你要去了解这公司有没有基本面 所以股票有时你要放眼 你要赚钱 真的说实在 不是很容易 但的确你要有那个耐心等待 他的爆发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就只能爆住啊 因为毕竟34周如果不小心 给他再继续往上 他会不会涨55周啊 如果涨55周 那很可怕 他这一波来讲 真的说实在你也看出 他的月线来讲多少年没有没有涨12345678刚好第八年 他八年前的高点在哪里27块 他在十几年前曾经来到90块 我曾经有一次 我曾经有一次在十年前左右 这张股票也是我一档 叫好要叫做代表作 来到4050块 那我们的会员翻倍 这边来讲 那这个地方来讲他经过他的成绩之后 难得他现在业绩又开始呈现一个成长 包括他又切入一个机器人跟生计 我觉得你应该给这个 你手上如果有之前有赚过均豪钱 你就知道他不小心要飙起来也是很快的 有时候股票就这样 十几前十几前 你逮到机的时候有时不要赚一点点 我不会在乎他20.75有没有卖掉 我是在乎他有没有机会再回到那个低点区 就如同我当初跟你讲照例的时候 他来到62块 我给你口肯说他8年本身的一个大压力 你全部挑战过关 我说那个过得太厉害了 结果不小心还回到59.2 你怎么看待我 我有没有改变我的心意 当你看得懂看得明看得通 你有他真正他的扎实他的公司的改变 我不是随便在旁门走照的东西 我给你是正统的东西 这档股票真的你就不枉费 你从7月15号那时候到现在 把我7月25号 我们59.5在买进的时候 忍耐了多久 也没有多久一两个礼拜 我也让你去看 有没有大涨 到现在我跟你讲 你要再回去那边 根本难上加难的 不小心来到75块震荡是难免的 所以如果你想最新的这档股票 我就一定有没时间 这档股票是真正要补你 宇郡所没赚 而且这档股票涨得快 不小心会不会现满现在涨 我觉得他机会相当的大 你想要赚钱想要赚半天 好好自行跟我们做个把握 让你财富横通 电话拨通 祝大家超级这里面见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可爱又安全的家画好了 还不行 要投保住宅地震险 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常常会有地震 地震 好可怕